一个人领誓就加入了教会 这个教会就跟随耶稣 耶稣说他是道路 通过这个道路人能够找到真理和生命 具体上来说这个团体有四个特质 第一是以基督为中心 第二是以圣言、圣事和祈祷为滋养 第三这个团体大家能够起此分担分享 互相帮助 还有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第四是是为福音服务 这个福音可能通过教育 通过社会服务 或者其他幼世社群来帮助他们 直此能够显示出这个爱的服务 是来自耶稣基督 通过这个教会团体能够流露出来 能够为基督作见证 所以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团体